幻想箱的各位观众们 阅读的各位观众们 晚上好 这里是青莲正直的妖怪山记者 寿命完文 与我的助手姬海棠雨丽 不知不觉 本节目也已经开展了许多期 先前我们采访过幻想箱的许多少女们 获取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稳定观众 于是我想 能否进一步扩展本节目的收视人群呢 于是自然而然就想起来挖阅读的绯闻了对吗 不要乱说了 其实我原本并没有当真想过 要把节目做到阅之都来 而且18亿大人对我说 阅之都已经决定了 让我来采访阅读贤者 我当然也不好推辞 只是我一个幻想箱的小包转港人 怎么就突然变成特约记者了呢 你还是为三次元的人省点资源吧 各位观众 请暂时无视这家伙的言行 今天的文文访谈是 请到的嘉宾究竟会是谁呢 在明底揭晓之前 先来看一段MV好了 诸位 是怎样看待他人口中的语言呢 甜言蜜语欢欣接受 恶毒嘲讽怒暮暮相向 但这些都是可以随心所欲发言之人的幸福 不 这不是在说我是个哑巴 或是说我无法发声 因为从一件事物里推断出蛛丝马迹 就算不是侦探 也可以办到 毕竟凡事都会有束缚 因此有迹可循 活着的生命被死亡束缚 蓬莱人被永生束缚 我 被祸从口出束缚 人类是失去才会知晓美好的生物 虽为悦人 亦无法避免 但是 失去之人苦恼的 不是遗失 而是所失去的 若没有得到 自然不会失去 没有希望 就无绝望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 已经几乎忘记发声了 看了这段MV 相信大家对今天的来宾是谁 已经心知肚明了 不过呢 因为他女僧的能力过于可怕 为了让他能畅所欲言 这期节目还请到了另一位嘉宾做技术支持 他就是走来咪孙伊特 咳咳 是苏伊特桑 解说一下 目前我们节目的四人都以精神的状态 存在于苏伊特桑制造的一个梦境中 在这里 看你桑说的任何话 都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任何影响 也请观众们放心收看 那么现在 也有请二位嘉宾登场 感谢探女桑能够接受采访 也感谢苏伊特桑提供的技术支持 总之 多谢二位帮助了 这是我力所名其的事情 看探女桑似乎还有点拘谨 这里是梦境 可以畅所欲言的了 她就这样 在真正谈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之前 不会多言 可是 看她解说帕幕战时 实际是与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看若两人卖着 这家伙基本上也只有和我在一起是个人夫 不过相信随着节目进行 她会打开画家厕 那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为了让大家对这二位嘉宾的身份 有进一步的了解 请先容我做一段简短的介绍 自从幻想先见的秩序 推广夫卡规则后 各种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得到了有效降低 向内各种族都能够逐渐抛弃边界 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 有什么事是一场弹幕战不能解决的呢 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场 如此先进的制度自然早已被月之都观察到 月都方面同样认为这是值得效仿的一种磋商方式 因此很早就开始举国上下研究弹幕战 甚至还将每一场弹幕战作为数据存储 以供月之民效仿借鉴 月都基于电子计算机开发了网络弹幕对战游戏 使弹幕战不仅作为一种作战的手段 更作为一种经济游戏而在月都流行起来 但弹幕战中有很多玄妙之处 第一次观看影像资料或者真人比赛 未必能了解其中的细节 于是为了方便月之民学习弹幕战 三位月之闲者决定成为偶像 是成为解说 来自月之都的西神探女丧 朵莱妮苏伊特丧 明月风鸡丧 组成了月都老姑娘组合 开始解说弹幕战 骂个蛋的 这怎么糟得住嘛 这名字越听越傻了 当初好歹也是我们商量之后决定的 没采黄是这样的呀 听起来就好像三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抱团举乱一样 话可不能这样说 风鸡那家伙至少还是结过婚的 什么 明月风鸡大人结过婚 这倒是完全看不出来 不过也没什么不同 还不是得跟我们俩解说弹幕战 结婚 在幻想箱和月都都是不存在的 结婚这种事情呢 说白了就是给心里找个依靠 你想想那些月人长生不老的 何必像人类一样拘泥于形势呢 比如这个独奈希 我不干死他我就浑身难受 我凭什么要跟你 妈 我又不是弱 比 那么正式开始采访环节了 因为第一次采访月都的闲者们 我们节目组事先精心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自从幻想箱的各位知道了你的存在后 他们心中对探女丧也有很多疑问 这次托我们上来问个清楚 你说好了呀 好了 第一个问题来自迷途竹林的藤原魅红 探女丧认识他吗 倒是真没印象 曾经在网络对战平台上遭遇过探女丧 但似乎被充满敌意的对待了 不清楚是否有做过得罪探女丧的事情 实际上探女丧的每次解说都有实况录音 现在就有我们向好奇的魅红探揭秘 看女丧究竟为何暴怒呢 girlfriend china 哦呦 棒子你上来跟我说girlfriend 我靠这只能把你打死了 手刃这个棒子 叫你炮我们中国女孩 我只能打死她 我战斗力突然就死成那样 搞起 民族仇恨的这个都打成 you have girlfriend 这种太伤心的 只能我死里打 太过分了 我们的女人 你还伤我的妻 why not 我太丑了呀 我靠这怎么一个差点 我三你来个差是什么意思啊 国仇家恨 暴狗暴死你 敢插我 你独口好了呀 哥会让你知道 没有rub死的神族 只有不够坚决的虫 这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绕了农民出去的 你别跟我搞这种 我绕一下狗 狗诉好了 哥干死你 敢炮我们中国女 中国女是你怕的吗 哼 战斗力突然就增加了 国仇家恨 好了呀 这家伙原来只是因为 被戳中了单身狗的痛楚 而胡乱发火而已 藤原美红 我有点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跟公主 整天打打闹闹的蓬莱人 怪不得他会说girlfriend的越多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天大概是混进了 公主的闺房 从而玩上了电脑而已 可怜的美红炭 遭遇了炭女桑的无名火呢 炭女桑 如果那天你得知 对面是公主的男友 你是否还会下死手 那我就只能助她 姻缘美满 后宫和谐了呀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们 请替我们节目组 转告美红炭 让她最近月圆之夜 千万不要回家 那么第二个问题 提问者可谓是 炭女桑的老熟人了 来自永远亭的 八亿永林大人 炭女啊 自从上次 永夜一遍离奇落败 我就一直在怀疑 是否有你在背后捣鬼 老实交代 你究竟做了什么 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个问题 换下一个 八亿大人吩咐了 一定要回答哟 关于这件事 当时还存着 有关风机的评书吧 对对对 把风机的评书放出来 那一日 派的长行至永远停 见银发大妈挡在路中 派的长定睛官巧 此人脑后麻花辫 身披巴萨对服 上文北斗七星 内衬灯笼裤 足灯黑皮战靴 跨下土幽坛华院 道夜灵仙 首使天智麻家骨弓 发出淡淡光芒 派的长剑霸心中暗想 此人莫非 岳之都上天入地 天下无敌 宇宙第一 酿酒制药 性转二爷最强大妈 国士无双 百合狂魔 糟糕护士 SM教主 算无一策 起死回生 逆天改命 高天元 八亿 司奸试将 永林丧诉 那永林站在桥头之上 八字极 用心险恶毒奶昔 万亿教徒 极元气 东山再起 盛可期 师兄 你听我解释 在阅读环境所迫 我们这些曾经与你有关系的人 都不得不时常黑你一波 我已经是很有良心地接说了 风机才是经常黑你 不黑不快 有什么气 就撒到他头上啊 人在江湖混 那难免是要做出点违心事的 对吧 我想这个环节还是叫停吧 再爆料下去 得有人买探女丧手脚了 那么开始第二个环节 对二位嘉宾进行深入的采访 第一个问题是 二位是因为什么契机 走上了专业解说这条道路呢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 幻想箱一直处于阅读的心事之下 因此从红屋一变识开始 弹幕战就开始进入高层的事业 了解到弹幕战的好处之后 高层决定立刻开始研究 并在阅读推广弹幕战 自那以后发生在幻想箱的每一场弹幕战 都被录制成影像资料存储起来 我与探女是最早一批接触弹幕战的人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种战斗方式有点意思 研究了一阵 阅读开发出了弹幕对战网络平台 然后我们便成为了第一批玩家 因为确实觉得弹幕战很有意思 我们便拉上了同样玩的不易乐活的风机 决定组成解说团体 将弹幕战推广开来 这就是阅读老姑娘组合的由来 兴趣是人 对吗 其实玩这种对人游戏 满足的是人的一种好胜心理 一方面弹幕战本身玩法多变 另一方面如果你能持续获胜 胜利的快感便会激励你一直玩这个游戏 比如我干死这家伙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哼 你别跳 我们悟悟开好吧 少来 昨天你打说了抵赖 叫好姐姐的视频还留着 要不要放出来给大伙听听呢 哼 那还不是你能潜入梦境 看我想的新战术 你个赖皮 没实力是要背看战术的呀 二位感情很好呀 那么下一个问题 能介绍下阅读其余一些知名的弹幕选手吗 这里大多数人你们也不认识呀 要不你们问点你们想知道的 一群风鸡 风鸡自己玩的不多 他就是特农吹 每次我们对战都是他在接触 一鸡呢 一鸡就是个莽夫啊 没有智力的 每次都被我和苏伊特玩弄到死 可是上次灵蒙他们成火箭登月 好像就是被一鸡一穿四打了呀 那是因为来的四个智力更低呀 加起来大概也就一个一鸡 离心二号呢 二号就是个花瓶啊 过来当拉拉队的 灵活青兰呢 这种年轻小将只能说还有待提高 幻想箱认识的乐民好像也就这么多了 那么接下来就请二位说说幻想箱有哪些弹幕选手 给你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吧 我就觉得那个东风骨枣苗有点厉害 先前是谁说枣苗就是一只鸡来着 专业解说也有失误的时候 枣苗至少现在是有点猛的 至于我妈 倒是觉得那个叫风寿叶的孩子还不错 风寿吗 他为什么给苏伊特桑留下了深刻印象呢 我觉得他的武器比较特别 三叶简嘛 拿在手里就觉得脑门上写着一个泳子 苏伊特桑的注意点大概是有点与猪不同吧 那么下一个问题 请二位描述一下双方之间的关系 尽可能详细 最好是带点独家爆料的那种 其实我们已经认识挺长时间了 远远在我们成为搭档解说弹幕战之前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有特殊能力 很多正在建想的事一旦由我说出 就会向反方向发展 这种连我都无法说放自如的能力 被你们称作独乃 虽然很难听 但也是事实 因为这能力 我不得不压抑天行 何时何地都必须提醒自己 谨言慎行 如此一来 我愈发谄默寡言 在遇见苏伊特之前 我一直处于抑郁的心理状态之中 能描述下苏伊特桑与你出逢时的情形吗 虽然发生在很久远的过去 但那情景恍如昨日 我在梦中看见了他 当时他正撕开我梦境的边缘 爬进来准备偷窥 被我撞了个正着 抓现行 这可是十分尴尬呢 这家伙好像不懂尴尬两个字的意思 偷窥别人的梦境 是他由来已久的恶趣味 而发现了闯入的他后 我也未感到任何不适 因为当时的我心如死灰已久 不想与任何人搭话 于是转身离开 哇哦 十分令人意外的反应了 当时苏伊特桑是如何与你搭上话的呢 他见我竟然未表现出任何惊讶 反倒对我起了兴趣 便一直跟在后面企图搭讪 最后不厌其烦的我请他离去 他却说看透了我的烦恼 我说我的烦恼被你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他却说他可以为我排忧解难 对于当时的探桑而言 意外的郑重洪心 没错 我有点心动 便问他有什么办法 他提醒我说 此刻我们是在梦境之中交谈 我可以畅所欲言 将平日不敢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当然了 听众也只有他一个 这就是你们关系的开端 起初我也不敢相信 但经他的提示 我发觉自己确实身处梦境之中 我被他说动心了 自己心思反正身处梦境中 就算说的话真的起了反面作用 也不会被追究责任吧 身为阅读选者 却意外地喜欢动外脑筋的 我起初是做了些小实验的 确信自己在梦境中说的话 确实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后 我才逐渐放下心来 能够在梦境中畅所欲言 其实我原本是个画廊 在现实世界一直憋得特别辛苦 如果没有碰巧遇上苏伊特 估计现在我已经不会说话了 碳女丧特别依赖苏伊特丧呢 那么对于苏伊特丧而言 碳女丧又意味着什么呢 哎 月梦无数 碳女不过是我凡杂生活中的 一个可有可无的部件而已 你倒是再说一遍 那个 大概还是有点特殊的吧 自从那天起 碳女每天都约我去梦中相见 她喜欢将白天积攒下来的 所有未说的话都对我说一遍 无论我是否知情 你们地面上不是有一种职业 叫做心理医生吗 我觉得我就干着类似的工作 要轻轻她女生 每一天积攒下来的心理压力 凭上击败伤千年 但平常人恐怕早就厌烦了吧 苏伊特丧很有耐心了 我确实也会烦啊 尤其是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有一次我确实厌烦了 就失约了一天 第二天我在潜入她的梦境中 看看她的反应 结果 多许说 总之从那天以后 我就觉得还是顺着她意思来吧 这么漂亮的脸蛋 每天瞧都不会腻对吧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真的让人好奇 不过既然她女丧不肯说 记者的职业操守告诉我 就不要刨根问底了 你提到职业操守 总觉得怪怪的 你有过那种东西吗 太年轻了余力 这部分可以由我自由发挥 甚至脑补出一段万字小 文娜 你是不是专业记者吗 不要在意细节 总而言之 虽然探女丧平时表现的比较沉稳大度 但一旦涉及与苏伊特丧的私人关系时 意外的不坦承呢 要是这层窗户纸都被你捅破了 我还当什么阅读闲者呀 要说探女对我的意义吗 很麻烦 但没法弃之不顾 相当棘手的家伙 苏伊特丧同样不坦率啊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解说这份职业 对于二位的意义是 二位热爱自己的职业吗 这份职业因为涉及到的是 弹幕战这种输赢 不会有严重后果的比赛 因此解说时 我也能够放下负担 以苏伊特和风机 开心的东拉西扯 这个职业为我创造了一个 能在现实世界畅所欲言的环境 这已经是非常 令我满足的客观条件了 再者 弹幕战本身也很有意思 各种弹幕的运动轨迹 躲避方式 弹幕战中有非常多 值得研究的细节 是的 我能从解说中获得乐趣 这是一名普通阅读闲者 所难以体会的 将弹幕战在阅读推广开来 是我们阅读老姑娘的期望 但说实话 时至今日 阅民对于弹幕战参与度 还是不够 可以说弹幕战的游戏形式 便决定了 他与玩家是双向选择的 他必须经过足够深入的研究 才能将自身丰富多彩的一面 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的解说 便力求让观众 了解弹幕战的奥妙 看来弹幕战的推广 在阅读并非一分方式呢 不仅如此 据我所知 目前在外界 弹幕游戏这一形式 也在逐渐失去其人气 虽然说被遗忘 才能进入幻想箱 但失去人气 多少还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吧 那么假如有朝一日 弹幕战在阅读 彻底失去了人气 那时阅读老姑娘 还会继续这份事业吗 你的文文新闻 有人看吗 据说人里每天都有人 对他派送的报纸 翘首以待呢 盛米丸 咱家互相指不够了 都这样说 你能不能不拆我台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那么你也没有停止 办报这一行为吗 这可是我的职业 不会因为人气低下 就萌生退役的 没错 我想你应当能体会我的想法 既然热爱着这份工作 便不会因为业界寒冬而放弃 我们深深喜爱这弹幕战 为了将其推广开来 哪怕毫无人气也会继续 虽然努力不一定等来回报 但至少努力过 才有资格这么说 这是我这些年 做专业解说的一点想法 正好这个节目 是面向全幻想箱直播的 我也对屏幕前的观众们 说一句话 请坚守你热爱的事业 无论严寒酷暑 没错 同时也欢迎幻想箱的各位 收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这里出售各种 珍贵的私人物品哦 比如太女的签名抱枕之类的 你还是赶紧去死吧 这期文文访谈室 致辞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知是否让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得到了你们想了解的 有关叛逆桑的一切呢 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归 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